各位好 我们今天在市面上去买了五种鲜奶 今天只是想要做一些看看测验 测验它一些有三种的感觉 然后看看哪一种鲜奶 是比较适合我们夫妻去选用的 然后每一个鲜奶上面 它那个牛奶标签上 都有很厉害的标语 每一个都有 每一个都有 并不会说只有一个有 然后我们就很好奇 那到底这些牛奶有什么不一样的 到底谁比较好喝 所以这次我们夫妻两个人 就一起来做一个评比 然后看到底哪一种牛奶 是我们会比较喜欢要选用的 好首先我们要介绍一号选手 一号选手呢是瑞瑟鲜奶 他联系六年呢获得了Mod Selection 世界品质评鉴的大赏的金奖 感觉好像是国际水准很厉害哦 他是统一集团推出的品牌 好我们介绍二号选手 二号选手万丹鲜奶 选用屏东的万丹牧场所产出的牛奶 是未选公司推出的产品牌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 三号的福乐一番鲜 福乐呢是台湾第一家的乳品公司 然后走过了半世纪的品牌 品牌呢名称使用了一番 它在日文是有最伴最高质的意思 那这样的话解就是 应该就是说它是一个最新鲜的牛奶吧 不知道到时候吃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接着四号选手 鲁香世家 是光前牧场公司推出的品牌 那承袭了60年的若隆养殖的技术 该品牌标榜高品质 然后令人好奇的高品质是什么味道呢 接下来我介绍5号的林凤云 它是标志高品质鲜奶 鲜奶是味全公司的品牌 然后牛奶盒上面标示的是高品质 那高品质跟4号的 它也是标示的高品质 是他们的选手是相同的品质 但是不晓得这两个的口味 会不会很像 好我们现在开始 就是按照刚刚5个选手 他们的有我女儿 他自己他自己任意随意到的 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是 1号杯是哪一个品牌的 我们现在从1号杯就开始 好 好 因为哈 它是第一个品牌让我试喝 所以我现在就等于说 变成以它做一个标准 然后我现在在这三种 我通通都给的都是 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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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你给的是几分 你给他看 四分 四分 三分 四分 四分 现在我们刚喝了一号 所以用开水 好 我们现在进行二号的咯 好 二号我给的是 四分 两分 三分 也就是这千两位 我感觉它稍微比刚刚有浓一点 但是呢 它的浓度 鲜奶味是有那个感觉 浓度在我感觉好像没有那么难 然后好喝度跟它差不多 那爸爸给的是多少 四三四 四三四 那我们再喝一口水 现在我们品尝三号的 好 我给的是二 二 二 好 我给的是二 二 二 我给的是三 二 二 我给的是三 二 二 二 三 二 二 三 二 好 像我们那五号 五号的杯子 我给的是三 二 二 二 我给的是四 四 四 我给的是四 四 四 三 四 三 五号 五号 二 二 三 八 二 三 二 三 一 四 四 五 五 三 最旁边这一列分数就是 爸爸跟妈妈 老杨夫妇 两个人的评分的加总 1号20分 2号20分 3号17分 4号14分 5号22分 也就是说 22分是分数算是最高 但是以我们两个人的口味来看的话 我们两口味是完全不同的 我最适合我的口味是在5号12分 最适合爸爸的口味的是 在前面三个 1 2 3都相同的分数 好 现在 女儿她现在把她当初所排序的 1号她是用的林凤云 2号用的乳香四加 3号用的是福乐一番鲜 4号用的是瑞瑟 5号用的是万丹 然后也就是说 这里面的排名顺序的话 爸爸的林凤云乳香四加福乐一番鲜 她会认为 对她的感觉会是一样 在我的感觉就是 前面两个口味相同 然后分数比较高的是在万丹 所以爸爸你认为 你最喜欢喝的是哪一个 2号 爸爸认为是乳香四加 那事实上 讲句实话 我平常 其实很怕跟牛奶的人 然后 你要真正让我评这些牛奶的喜欢度 我只能凭着认为 我只能凭着认为说 哪一个让我比较感觉到说 我不会感觉到 味道很重的 那我就会好像比较能够接受 那爸爸呢 爸爸是很喜欢喝牛奶的 因为我刚刚已经说了 我事实上很怕喝牛奶的人 所以呢 我们现在倒出来的牛奶 就是通通为爸爸来解决了 然后剩下来的罐子里面的 我们就先放到冰箱去 然后杯子里面的 就由爸爸通通来解决把它喝掉 所以我们这边要感谢爸爸 帮我们收 那个收拾这么多的 喝剩的牛奶 谢谢各位 Väss 生产出来的牛奶 是未前公司推出的产品 他要女人啊 呵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